好,我们接下来讨论4.3D的这个全等三角形 全等三角形的ASA还有AAS OK,两种情况 第一题呢,我们没有讨论了 因为第一题是画图的 然后呢,第二题呢,是如图 如右图所示 ABD跟CBD是相等的 所以这个是椅子的部分 OK 椅子的部分,你要重写 总之,要用到的你就写 反正它的条件啊,三个条件 对,你要有三个条件 所以呢,即使它里面出现过了 题目出现过了,你再重找一点 我们这里练习我就没有要求了 可能发现一下这样 第一个条件是ABD等于CBD 这两个角一样 然后呢,角A等于角C是90度的 还有呢,还有BD是公共角对吧 BD是公共角 所以很多同学是不知道第三个条件 一般来讲我们的题目很简单啊 都会有两个椅子的 两个条件是椅子的 第三个条件呢,是你自己写 很多时候是公共边啊 或者是可能又再推导一下呢 才可以得到的啊,这样子的情形 然后呢,呃,这两个角对吧 然后呢,边在这边 边是那个90度的对面 对吧,两个都是90度的对面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叫做一其中一个边的对边 这个叫做AAS啊,所以我们就得到 这边啊,也是写对一边相等就行了 ok,so,比较多同学呢 比较不会是,不会的部分呢 是这个写的这个证明题,写证明 写证明比较不会啊,那你要三个条件 ok,写了之后呢,再写原因 大概是这样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题 U2呢,我们有AB和CD交于E,都是直线 然后呢,E是AB的终点 较C等于较D 所以第一个条件已经有了 较C等于较D,对吧 这个是一支的,在这边写的 一支 过后呢,AE等于EV 因为它在这一边有写到 E4.E4线段BAB的终点 既然是终点,那AE就会等于EB 对吧,AE就会等于EB 还有第三个条件呢,就是AEC 会等于BED 这个是因为对丁脚的关系 所以很多时候同学 比较不会是第三个条件 因为老实说的前面呢 题目里面其实已经给了两个 对吧,有时候会不一样的写法 像E4线段AB的终点 你自己要懂吧 图里面其实都已经画了AE 是等于EB的 然后图是画了 OK,你要懂得写吧 最后呢,你就得到两个 这整个你也是可以抄下来的 对吧,你也是可以直接抄下来 然后呢,就写什么呢 主要是你要辨认说这什么条件 两个边 两个脚 然后呢,其中一个脚的对变 其中一个脚的对应 对吧,C跟D是对应的 C的对面跟D的对面 OK,为什么要这样详细的讲解 是谁的对面呢 我们课文上是有提到的 因为他如果那个 你不能讲说其中一个边 一样就可以了 一个是D的对面 另外一个是D的对面 其实是不行的 OK,所以这个呢 其实你要辨认得清楚 辨认清楚了 所以最后呢 因为他是脚的对面 不是夹边 不是夹边 就是叫AAS OK 所以最后呢 是AS 这样的 全的 面向的脚不一样的 有吗 有吗 面向的脚不 AEC AEC C的对面 对吧 BED B的对面 C跟D是相等的 C的对面跟D的对面也相等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 他又要你证明 E也是CD的终点 很简单 因为C会等于D 这个是他的对应边相等 过后呢 我干嘛够 这个我写的 对 所以呢 既然他人相等了之后呢 他的E呢 就会是终点的 就会可以得到他的终点 你不可以讲说他是交叉点 交叉点是交叉点 但是是不是终点 终点的意思呢 就是他会平分两段 就是两段是一样长的 平分成两段才叫做终点 不是说他的交点就一定是终点的 OK 第四题 U图 U图是这个图 我们有脚B等于脚C 这个是第一个条件 然后呢 AB等于AC 这个是第二个条件 都是一致的 都是一致 非常简单 嘲笑来罢了 问题来了 这个公共脚 这个公共脚 改过了 之前我 我记得一行是写的 这两个对应边 对 对顶脚 是对顶脚没有错 但是那个条件 其实就错掉了 正确来讲 你再看清楚 他的三角形是怎样的 三角形 ACD 这个三角形 然后呢 另外一个呢 是ABE 这个三角形 我们已经找了这两个角度是一样的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来另外一个呢 是 这两条边是一样 ABE等于AC 然后呢 再来一个角 应该是公共脚 所以之前是错了 我记得印象中 上个礼拜看的时候 还是错的 这一回改了 改对来了 OK 算是不错了 你至少说 有发现到 这个是错的了 对 好 好 so 第三个条件 公共脚 那没问题了 AC ACD 跟ABE 就全的了 这一次呢 他两个角 对吧 A和B 然后呢 这个AB 跟AC 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 我们所谓的夹边 夹边的话呢 就叫他ASA 对不对 这个条件也正确了 所以其实 比较要注意的是 但是证明同学 比较不会是第三个 不是已值得讲解 不懂是哪一个 有时候会选错 对吧 还有呢 就是 今天这个小节很简单 因为他是AAS 叫做ASA 对吧 两角一个边 就是已经固定了是这一个 但是呢 有时候题目 我们一学完了之后呢 你不知道他是SSS 还是SAS 还是什么 AASA 最后啊 我们还有学一个RHS 所以他五个里面呢 你就要挑一个的时候呢 就 就会比较乱啊 同学呢就比较 比较常会 弄错了 OK 所以这个呢 要注意了 目前为止 应该还行 还行 最后呢 还要证明什么呢 BE 等于CD 这个很简单 对吧 已经有了这个 全等的条件 BE在哪里 BE在这一段嘛 对不对 后面两个 这样CD也是在后面两个 所以这个呢 直接 直接对应边啊 边来的啊 对脚跟边搞清楚来啊 这个是边来的 OK 对应边相等 就行了 OK 简单是简单 如果脚边 不要写到脚 这个也是会扣粉的 OK so 没问题啦 这个 4.3D的小节 就大概是这样子